请吧 请吧 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 您好 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 我的保险箱使用期限 还有多久 请问一下 保险箱的号码是多少 769811 您稍等 我帮您查一下 使用期限还有五年 主任 您说那个保险箱 刚才有个先生来查过 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好 我随便看看 喂 您好 这里是金野洋装店 会长 有人打听了 黑龙会的保险箱 对不起 今天先不营业了 好 马上给土飞员将军发报 黑龙需要出水 明白 会长 我马上去办 两位客官 请慢用 我说余大处长 我最近怎么听说 你和你老婆闹别扭了 这事您都知道 我这老婆呀 她处处维护她的父亲 但凡我要跟月丈 有意见不一 她就站在父亲那边 我哪受得了这个呀 索性 跟他们断了关系 这个我可得劝你一句 你要是真的这么做 那最后吃亏的可是你自己 我可想通了 大不了离婚呗 凭我现在的条件 再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应该不是什么男士 是 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了呀 那我估计 你这秘书处的大处长 也就到头喽 徒爷 我记你是尊长 不跟你计较 可是你这话 也别太过分了 好 余大处长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自己好好想想 竞争当处长的人多了去了 凭能力 凭资历 个个都比你强 凭什么让你当这个处长啊 赵局长来了 他提携我呗 景川大左阁下 看中我呀 这赵局长 他能说了算吗 那景川大左 为什么这么看中你啊 那不就是因为 你有唐祖光这个好仗人吗 那景川大左啊 一直都想让唐祖光当会长 所以才让你当这个秘书处的处长 你自己好好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呀 唯一的出路就是 想办法劝劝党主光 好好地跟日本人合作 好好地跟日本人合作 那景川大左才觉得提拔你有这个价值 大哥 那个图怀志 现在又开始不安分了 他手下的人 到处都在恐吓那些商家 这件事情 咱们还得想个罚子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你呀 告诉大家就说 有什么经过及时通缉 相互守望 我就不信他图怀志 能掀起什么波澜 行 有您这句话 我们心里就有点儿了 我听水月讲啊 彩儿经常去码头 是啊 彩儿这孩子好动不好劲 他呀 码头上这点活 正符合他的性格 我倒是希望 他跟着你做生意 这会儿我就开心了 是啊 大哥 我码头上还有批货药玉 我就先走了 好 你有空要陪我喝两重 那没问题啊 走 我送你 来 好 走 大哥 好 兰儿 兰儿 姐 别冲动 你倒还有脸 进这个家门 你别急 先听听姐夫到底要说什么 兰儿 我知道错了 今天 我是专门来给阿爸 给你赔罪的 堂堂师父秘书处的处长 给我道歉 我可担待不起 阿爸 我知道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大哥 做好给万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是啊 阿爸 盐宝都给您跪下了 您就原谅他吧 不是我非要跟他过不去 只要他答应了 辞掉那个政府官员 其他的事好说 阿爸 这上山容易下山难 我现在这个职位 去留也由不得我 不过 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听阿爸的话 但是 后边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会辞聚这个职务 回家哪怕 哪怕吃软饭 吃软饭 一个大男人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大哥 是吧 严宝说得也有些道理 咱们姑且各自让一步 一家人团圆多好啊 是啊 阿爸 好了 起来吧 一会儿呢 一块儿吃饭 其他的事情 一会儿再说 起来 起来吧 起来 严宝 以后我别再出尔反尔了 让你阿爸生起 是 六叔 六叔 去码头的时间到了 我们马上走吧 好 我们走 姐 别再刺激姐夫了 他要是肯回来 我们还是一家人 去 还有脸教我 我走了 兰儿 兰儿 快 还愣着干吗 进屋吧 慢点 好 赵老板 就按照咱们事前 说好的数量装吧 放心 保证足数 去吧 咱儿 你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应该没有人在监视我们 嗯 哎 数量都对吗 别弄错了 六叔 是特务 怎么办 放心 你不用害怕 有我在这儿 没事 可是他们人那么多 好 您请着 张昆一会儿就到了 昆哥也会来 我通知他的 走 丁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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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来得正是时候 看了料 我看你老小子 你怎么办 别动 丁处长 让开 都让开 别动 开快点 坤哥 没多远了 马上就到 这些箱子 是你们自己打开 还是我派人来开啊 丁处长 这租借的事情 好像不归你管吧 但凡跟反日有关的事情 都归我管 走私药品是重罪 你知道吗 你别吓我 我是做买卖的 不抗日 他是干什么的 跑到我这儿来干吗 唐老六 你别狂 一会儿有你老小子 吃 吃屁的时候 行了 别斗嘴了 开箱检查 丁处长 这么晚了怎么跑码头来 接到举报 说是有人走私药品 职责所在 只能来一趟 我知道 此人是你未婚妻 真要有事 我看在你们面子上 放他一看 这宫部具有股份 我以你查错了 会帮你兜着 那你要知道 真要错了的话 得有人担责任 谁举报 谁担责 就这么说定了 大嘴 你不是说肯定有药品吗 打开检查 只要证据确凿 我马上告人 等一下 嗯 大嘴 我可告诉你 这里头这些玩意儿 可不便宜 摔碎了的话 是你赔还是你们屠老板赔啊 这 我跟你说啊 这些东西 都是国外的老板 托赵老板运的 那 火灯还在这儿呢 唐老廖 你天天故意的 药箱子里边 你装什么瓷器啊你 我说你的脑子坏了 是怎么着啊 那赵老板 他就是做药材生意的 家里头药材箱子有的是 装这个正合适 行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 探长 余下的事情 你看着办 我先走了 上车 我 大佐啊 这事儿你就想这么就结了 怎么着也得到巡捕房 去讨个说法吧 巡捕房 可我们走一趟吧 我后备箱急点儿 忍着吧 你 带走 我我我我 走你走了 走啊 走 快来 上去 走 快走 右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一会儿啊 你跟我去见朱先生 到了那儿以后 你就全面穿了 你 耳朵够尖的 听到我上楼的声音了 找我有事啊 晚饭吃了没有 你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下碗面去 现在太晚了 不用麻烦了 不麻烦 几分钟的事情 面好了我就给你送过来 您得好好跟大嘴兄弟说一说 这以后别拿没影的事做文章 今儿是六爷不深究 再加上看您的面子 罚款料事 要是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 可就不是这么简单处理了 可不得了 徒爷 树木正好 一千五 领教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人带走了 当然 大嘴 走 昆哥 看来挨着图怀志不光不领情 听这语气 恐怕对您很不满啊 徒爷 您消消气啊 今天这事不怨我 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没怨你 你今天分明是被唐老六给摆了一头 知道吗 这事啊 不能就这么算了 徒爷 您的意思是 蠢才 唐老六你对付不了 对你个唐汉才你也没有办法 徒爷 那臭丫头就是长着他爹和唐老六 对付个臭丫头 那还不是小菜一点吗 你把当时对付唐汉清的手段 给我拿出来 你把他拿出来 来 趁热吃 吃吧 谢谢 以后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客气 搞得这么生分 我们是朋友也是战友 你还救过我的命呢 为了一碗面条 谢来谢去的 不合适吧 我们是朋友 就更应该谢谢你 谁啊 坤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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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还没吃饭啊 你怎么老关心这些啊 你今天找我来 肯定有事吧 我今天去扎打银行了 那笔资金还在 保险箱的使用期限 还有五年 简凭这些 也不能确定什么 坤哥是不是还找到了 其他的线索 我觉得今天接待我那个前台 那个人应该是 日本人的内线 当我输出 保险箱号码的时候 那个人的表情 那是相当地丰富啊 既没钥匙 也没密码 知道了也没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有线索了 涮腾摸下去 总会有收获的 你白天去了银行 晚上怎么这么晚才过来 那个李大嘴 跑到六叔的码头去闹市 六叔给我打电话 我这不刚处理完吗 我这忙了一天了 还没吃东西呢 要不 你给我下碗面 你是我的上级 谨遵吩咐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想单独和我说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我们俩之间 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吗 我想跟你聊一下 有关于彩儿的事 彩儿怎么了 今天六叔跟彩儿 给了李大嘴一个教训 我在寻补房看到 涂坏之的面色很不善啊 你担心他们对彩儿不利 你别忘了 汉清大哥的事就是他们干的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别忘了 你看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你怎么做 李大嘴这个人 你就应该知道 李大嘴这个人心胸狭小 他吃了亏一定会报复 他的手下各行各也都有 咱们大量的运送药品 他肯定会知道 所以你就安排了这些 但是我们这么做 就不会耽误任务的进度吗 我们的汽车离开以后 弟兄们就分散着 把药品运到这儿来 现在啊 已经装船运走了 所以说 我们俩其实是替他们 做的掩护 这就叫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采儿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要完成任务 不能光靠热情和勇敢 还要靠 智慧 我好像明白了 大嘴阁下 山田军的骨灰 今天就遂传运回日本 本来应该带给 故乡母亲荣耀 现在带回去的 只有悲痛和伤心了 只有悲痛和伤心了 大祖阁下 杀害山田军的飞刀 上海滩 竟然变成了刀客的天下 岗村阁下 山田军 竟然都死在了刀下 如大祖阁下所说 这刀客 不止一人 这刀客 小夏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一下熊记铁匠铺 我去报社 就好顺路 一起吧 等一下 我去 阿爸 你要出门啊 我在熊师傅那儿 订了一批刀具 现在去取决 这要是小夏在啊 这活就是小夏干了 阿爸 小夏离开了 还有我呢 我去替您取吧 你 好吧 这个熊师傅啊 可是我多年的好友了 对他要客气些 我明白了 阿爸 我先走了 对我 我来 吧 好 对我 对我 没资讯 我们疯愿 我变得更好的 你 我带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就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把飞刀是不是你这里打造的 你们问问这个做什么呀 赶快回答大索克上的问题 一看就是小地方的人说话这么没礼貌 赶快 施小军 师父 我希望你老实地回答 我不想为难一个老人 道上有雄记的标记 当然是我制造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要大费周章的 跑过来讯问 你们还真是有空啊 彻底搜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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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看看 这雄记铁匠部怎么回事儿 网上都没有日本人出现的呀 这么多人出现 出事了吧 我也不知道 雄师父好像出事了 我去看一下 日本人在那儿 不要轻举妄动 不认为了 这雄记铁匠部的 这雄记铁匠部的 不认为了 军官 你们队标记 大索克下 看来所有的飞刀 都出自这里 只是上次收到的 没有印记 而他这里 又有雄记的印记而已 这么说 刀客的匪刀都出自你这里 而你 故意没有打上印记是吗 年纪大了 想不起来了 告诉我 到底把匪刀卖给了谁 我想想 有英国人 法国人 还有日本人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还有中国人 那个人拿着你打造的废刀 杀死了我们好几个优秀的军人 如果你不肯说出这个人是谁的话 我会把你当作神秘刀客的同伙处置的 我不是同伙 我也是刀客 危险 惊赢 vem 惊赌 这里边怎么开枪啊 师父 熊师父 你这样做等次送我 送给我 快来 你送给我 你别冲动 你这样做等次送死 我们一定会为熊师父报仇的 你们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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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们学这学校随和怎么样啊 我们学这学校随和怎么样啊 是啊 又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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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还在 你这 这日本人 你真是很可爱啊 你怎么会 你这 小雪 你别闭 哥 奶奶 这日可是新来的新来的 这日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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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熊师傅被日本人杀害了 是我害了熊师傅 石岛手里的那把刀 就是我杀害山田使用的 上面有熊记铁匠铺的标记 就算发现了线索 也不至于杀人吧 熊师傅不肯告诉景川 是谁买了飞刀 而且他还伤了石岛 小夏 你也别再自责了 熊师傅这么做 不仅仅是为了你 你不用还为我了 这个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是 小夏 熊师傅有个儿子在长沙当兵 前几天他收到了儿子郑王的消息 他这是为了 给他郑王的儿子报仇 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熊师傅 还有为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报仇 如果你真的想要报仇 那就要给日本人沉重的打气 而不只是杀两个日本兵就算了 我希望你能做到 李秋林 你 拿些钱去给熊师傅的家人 让他们好生安葬熊师傅 好的阿爸 我一会儿去办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敢在租界里杀人 那些宫布局的人 怎么也不知道 出面管一管啊 没用的 那些外国人 只顾他们自身的利益 熊师傅他只是一个手艺人 他的死活 宫布局那些人 是不会过问的 熊师傅 与我相识多年 没想到 他竟然会这么早 就离我们而去 这些日本人太可恶了 只要他们还在中国一天 这样的惨剧 就还会再发生 彩儿 你去码头 告诉你柳叔一声 一定要让他多加小心 这些日本人 简直太可恶了 你如此痛恨日本人 为什么不答应 张昆的请求 加入军统 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为国效力 说实话 我对你们的上风 没有信心 梅局长只是个例外 不是每个人都跟他一样 算了吧 这样的人 也能担任你们的上级 说明你们上级的上级 也不怎么样 至少我跟坤哥 没有让你失望啊 这件事就先不要提了 我还有些事情 要处理一下 就不送你回报社了 好吧 那我先走了 这老家伙 竟然为了替那个刺客隐瞒 敢对我们进行攻击 是的 你知道 你知道 当我看到那个铁匠 对你攻击时 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大祖阁下一定感觉很愤怒 对 是恐惧 我看到了 隐藏在中国老百姓心中 对我们的愤怒和仇恨 以至于他们可以抛开生死 一个觉醒的中国 我们无论如何是征服不了的 大祖阁下未免太悲观了 也许是 我对山田君的死 不能释怀的原因吧 进来 新任特高科科长 伟谷子 前来向大左阁下报到 新任特高科科长伟谷子 新任特高科科长伟谷子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左阁下汇报 大左阁下正与新任的 特高科科长谈话 新任科长 谁呀 你认识的 是美谷子 只是没有想到 美谷子夫人 竟然是土肥原机关长 在上海的特使 土肥原大左阁下有命令 不到万不得已 不准表露身份 所以一直对大左阁下 有所隐瞒 对不起 怪不得 山田军生前 几乎每周都要去洋庄店 这下我总算明白了 山田如果行动前 跟我商议一下 他的悲剧本可以避免 这个计划本来就有纰漏 山田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其他人也没有给予提醒 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计划本来没有问题 但是山田太过自服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 特高克那么多人马 竟然全部按兵不动 没有一处及时进行支援 这就是最大的纰漏 看来 土肥原将军没有选错人 看来 美骨子客场一定会扭转 上海治安的不利局面 愿为帝国效劳 大左阁下 我先告辞了 大左阁下 南京方面传来消息 张军平即将来到上海 张军平 是个作家 名气很大 南京方面担心他这次想借机去往香港 所以让我们加强防范 好的 我知道了 既然是南京方面交代给你的事情 那你就拙情处理吧 是 是 大哥 那个丫头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 你着什么急 她早晚不得回家吗 一会儿下手的时候 利索点 听见没有 你去放心吧 回去以后跟你阿爸讲 我这边他不用担心 是 我曾经劝他把工厂 牵到内地去 但是我大哥他 一直对租界当局 心存幻想 没有同意 这件事情 你要是有空的时候 也好好地劝劝他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他提过 只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 这也难怪 他这几十年都跟洋人打交道 也确实靠他们度过不少风浪 这一时半会儿地让他改变主意 也确实不容易 其实他主要就是舍不得 祖上传下来的产业 只要人在 一切都可以重来 若是人不在了 就什么都不在了 说得对 对了 回去的时候你去书店一趟 朱先生找你有事 知道了 有事我先走了 好 路上小心 大哥 人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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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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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救命! 救命! 我刚才明明看着他进来的 怎么人没了 给我搜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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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别过来啊 你再过来我喊人了 你别过来 我 你是谁 你要对我干什么 我跟你说 你要杀就杀 你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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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